百福火车站已经成为七堵区百福社区 以及赌南地区一带搭乘火车最重要的车站 而当地实践里长张小梅和赌南里长于佩卢 也向市议员蔡旺联反映 相关百福车站天桥周遭照明 清洁以及车站周边停车和人行步道等不足的问题 因此鉴请立委林佩祥邀及台铁市政府 以及区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会刊 百福车站是一个先天不除后天失调的一个车站 不过百福车站带给百福地区的所有的选民 非常非常的方便跟利多 所以不管再怎么样的困难 我们既然有它的使用价值那么高 我们必定一定要来把它做一个修整 然后去把它排除很多不可能的这个任务 我们一定要去把它修正 不管是刚刚立委提到的灯光也好 包括我们的这个行车的这个月台的安全等车的安全遮雨棚也好 包括我们一直很诟病的这些停车场也好 我个人从政理来来摆服车站会刊已经N次N次的 有的或许有做到 有的可是还当还在那边当在那里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配翔立委两位里长 还有刚刚刚离席的我们台铁相关单位 我们区公所市政府台相关单位 对于最容易解决的照明和清洁的问题 市政府也承诺可以在五月底前全部改善完成 其他包括百福车站月台内改善雨泽 以及是否可以沿着铁轨旁的空地增设行人步道 方便行人到百福车站搭车的建议 则让台铁人员回去再研议 百福车站是我们七堵百福社区 这边算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那这边一向都有一些问题 不是只有中央的权限 也有地方需要合作的地方 合作的之处 所以配翔今天特地这边办一个会刊 主要是针对有关交通 是有关像是我们行人的照明跟清洁方面的议题 那很高兴今天我们会刊的结论 不管是针对我们的照明 就是让行人回家的时候 照明比较清楚 还是有关清洁上面的议题 我们台铁跟我们公务处都愿意全力配合 让我们这边的地方的里长跟居民 能够比较顺利的 比较安心的 在回家的时候 享受到一个比较好的行走空间 也比较安心的照明环境 至于其他的议题 像是停车格 停车场 还有是像是说雨车方面的议题 台铁跟我们市政府各单位 也承诺会尽快提出对策 让我们让这个议题能够处得解决 让我们民众可以免于受淋雨 跟淋雨跟没有停车位置苦 市政府相关单位在改善照明方面 将从百福火车站天桥 到下方的机车停车场 一直延伸到五堵国小附近 都将一并改善 让早出晚归搭乘火车的民众 可以更安全安心的上下班和回家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感谢观看 您能够吸引有两种 之前的勤劲 请不吝点赞 打赏 有两种 有两种 咱们